据环球时报报道称 据韩联社报道 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9日 援引美国务院消息称 为落实反扩散安全倡议 将于当地时间8日至12日 在夏威夷潭香山举行多国联合军演 Fortune Guard 22 据报道 韩国 美国 日本等21个国家将参加此次军演 重点演练跨部门决策情报交换 地图推演 实际拦截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活动 美国从2014年起 开始在亚太地区实施PSI年度例行演习 各国轮流担任主办国 美国国务院讲调 PSI军演展现出伙伴国家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意志 以及提升应对能力 并采取措施的决定 并敦促未参与PSI的国家 也支持和参与 据纽西斯通讯室报道 韩国国防部副发议人 文宏指九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据其所知 韩国方面除了国防部 外交部 海洋警察厅等相关部门 也将参与军演 8月1日起 韩国 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在夏威复禁海域 展开太平洋农联合军事演习 实施对朝鲜导弹探测 追踪安截演习 韩联社九日还提到 驻韩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当天在脸书公开了上月27日至28日 在江源道举行的 近距离空中支援实弹演练照片 报道称 近距离空中支援实弹演练 是利用直升机或战斗机空袭 支援陆军作战的军事行动 是韩美联演的一部分 特种作战司令部表示 此次演习提升了 韩国防卫任务中的互操作性 是韩美为实施实战演习 履行共同承诺的典型例子 这次演习只能修安选的